大家好 我是上官喜爱 在生活当中的各个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技能上的提升 比如说化妆的速度 自己也可以弄头发 帮别人染头发 等等这种小技术都有了提升 那你之前化妆大概需要多久 之前化妆我可以花三个小时 我就坐在那里就慢慢花 就可以画得很慢 很精细 就画得会很细致的那种 然后我也有强迫症 所以我就必须要 校对两个眼线到底一不一样 眉毛的高度会画得非常慢 但现在就是20分钟吧 非常的快 印象当中最深的一次就是 我们当时在练主题曲的时候 我们轻轻的七个人是在不同的班机 然后我们就互相就是教彼此 今天他们班教的一些东西 就是我们没学到的 然后我们就一遍一遍的跳 跳的就怎么说呢 就很感动 王新宇和张玉他们两个的舞蹈 就是有点薄弱 对不起 就是有一点微妙 然后他们两个也是有点压力大 就对他们来讲非常难 然后整个就是我们在跳的时候 他们跳跳 然后他们就哭了 我说别哭了 我们在站起来就接着练 然后就这样一直练 练到很晚很晚 那天我就记得非常深刻 什么妆都一样 我觉得化妆就是为了 要让我们自己变得自信 只要你自信起来 我觉得你化不化妆都很好看 关于烫睫毛 因为我睫毛本身就属于那种贼硬 就是那种这样垂直的 就很不翘 然后就很直的那种睫毛 但是我现在已经学会了一招 去网上买一个那种睫毛定型液 夹完之后 你就猛刷那个睫毛定型液 再去刷睫毛膏 刷完了 后面重点来了 你就去找一个那种 电动睫毛的那种 烫的那种东西 或者是你找一个棉签 或者牙签 打火机把它撩起来 就这样一烫 完美 就是精致本质 我有一段时间会非常风明 欧美唇 看起来就是整个一个弧度 包括它的那个外轮廓的那种线 非常的精细 那段时间非常喜欢画这种欧美唇 所以我就会在那里勾勒很久 对于你现在来说 就参加过这个节目之后 你的妆容各方面有什么改变吗 唯我所想 无所不能 就乱化 就是之前在节目初期 有对你做过彩妆的专访 当时说自己是一个口红收集控 因为我平时就有喜欢收集 各种各样颜色口红的习惯 可以跟大家安利一下 你最喜欢的口红色号吗 比较喜欢那种土色呀 或者橘色 或者是这种红色的那种 就比较喜欢涂一些 让人看起来都觉得很害怕的那种颜色 就是也没有什么想对大众 特别去说的 或者是说怎么怎么样 每个人他自己都有一个 自己认为的一套东西 或者是说一些想法 如果你开心 那你就按照不伤害别人那种方式 你就快乐地去这样认为也OK 但是我的话 把我自己分内该做好的事情做好 我觉得就会有人喜欢 那如果你实在是对我 比如说你就是觉得 我长得不符合您的审美 或者之类的 我觉得你就别看 别看 对 就是这样 自信是最重要 对 我觉得就是自信 然后让自己活得舒服 你是同享中是一个特别有自信的 不是 我觉得就要感谢之前一些不好的一些事情 总得经历点什么你才能强大 连人说一直都很幸福 好像也不行 就是你得经历一些不太快乐的事情 你才会变得越来越快乐 我内心就是 首先第一就是一定是特别感谢大家 我觉得这个是我很荣幸的事情 出来的时候 然后我就登我那个微博嘛 哇哇哇 就害怕 就看到了有点就是整个人就是在那里一直刷刷刷刷刷刷刷 可见我在大家心中的那种分量 就是说很红 就一直在看大家给我发私信 觉得真的很感动 就谢谢 那就是人家如果选我 然后公司也觉得可以去的话 那就可能会去 但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 我可能就是不太想参加 太累了 就是说有点累 最近的活动就是我也不太清楚 就是说就是说有点累 有点累 最近的活动 最近的活动就是我也不太也不太清楚 未来的打算就是争取给这个市场 所有喜欢我的人继续带来好的作品 这个呢问的好 就是说希望各大的这种综艺的老板 各位金主爸爸 就是说请来看看我 就是我还蛮不错 就是我是很多面 就是我可以很安静 我还蛮喜欢 让大家看到我比较疯的那一面 我觉得上综艺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如果有合适的综艺 就是比较相助我的话 请联系我的经纪人 即刻就开路 我生日前几天 我就希望我不要那么累 就不要有太多的工作 我在家里先睡上个几天 想吃火锅 跟朋友们在一起 如果你真的想瘦 一个月当中 我觉得就是要管住自己的嘴巴 你一定会看到成效 你就会继续有动力 再去进行下一轮的这种减肥 但我不是说管住嘴巴 就是让你节食 做到那种 又让你自己身体健康 然后还可以减肥的这种方式去减肥 这是说很大的就是赞赏 我感觉我的风格就是没有什么风格 就是随先所欲 就是水到渠成 天然就是如此 也不是好牵走 真的没有什么就是原因 或者说什么灵感 至于就是表演风格的话 现在大家看到的舞台上的表演的状态 我觉得就是热爱这个东西 一旦热爱你就会开始琢磨这事 会去想学东西 想充实自己 让自己变得更好 你会去看很多东西 学很多东西 一天一天想逐渐逐渐地养成 所以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这种表演风格也好 怎么能活得这么通透 通透就是多学习 多看书 我喜欢看电影 比如说我看一个电影完之后 我可能会写点东西 就但不一定是写词 或者说写诗或者干嘛 都不一定 就有时候还是很文艺的 非常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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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对 就是跟我这个状态不太符合 自己撇你想 那个画面 尚管喜爱 在我一家那种咖啡厅 点上一杯那种美食 然后在座里看书 你就是撇一下那个画面 还是挺漂亮的对吧 经常我会带的那个圈 因为那个圈是 第一它显脸瘦 显脸瘦 就是说它一配 在家非常配我这种发型 非常合适 但是你们的发型嘛 我觉得发型很重要 就我这种头发 也可以带一种很长的耳环 然后如果你是长头发 你怎么样是吧 就是你把你的头发 比如说你输一个中分 马尾扎到这个位置 就是你颈椎的那个窝 然后就是说 你在网上搞一个那种 金属扣的那种头绳 然后你再去搭一个 跟它红色系的那种耳环 很大的那种 超有份儿 就是非常好看 说远了 就是你买的话 你就是要么你就搜 你就在网上搜 大耳环纯银的 9厘米 然后也买过屎的 就屎的话 就是像那个公交车的 那个手关的 就有点太大了 你要是想显得 你脸非常瘦 你买屎也行 但是你脖子得长啊 要不然就是说 那个耳环会呲在这 你知道吗 就很搞笑 我有一次就很自信 对自己 完全自信 就买了个屎 然后结果发现我动不了 因为我一动 他那个耳环 就卡在这 你知道吗 就是非常的碍事 昨天空降了 就是我不知道啥是空降 问了 我说啥是空降 然后他就跟我说 去到我的那个粉丝区里 跟他们说话 我说这就叫空降 我心怎么着 我说我还得准备个什么 就是那种东西 就是让我心里 是个什么极限运动 然后就跟他们 闹了一会儿 空降完毕 然后更新微博的话 是觉得也 就没有什么 可分享的事情 然后等我 比如说看到了 或者说听到了 或者说有什么 小生活 再跟大家说 我觉得你就是在考研 这件事情上 我觉得就是 首先就是值得鼓励的 但是你既然做了 这个选择 我觉得你需要 对你这个选择负责任 并且你要把这个选择做好 压力这个东西 肯定是有的 我觉得大家都会有压力 找一个让你自己 舒服的方式 去排解这种压力 再去重新调整自己 再出发 会做饭 而且做的还不赖 想得到的 想不到的 就是你想吃的 应该都可以做 一开始的时候 会有点黑人的好力 一 不能理解 甚至有一点排斥 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 我们的专业是流行歌舞 班当时就是有五个女生 学校的话 就是对于我们 这个专业的舞台 可以说 不那么特别多 所以我们基本上 每次去表演的话 都是以这种团队的方式 都是我们五个人 就排个节目 我们自己排 自己八五 自己就是随便捡音乐 然后这种 然后可能就 就直接就上台了 女团就可能就是 像我们大学的时候那样 我们五个在台上一起表演 当时就是 在公司里选上之后 我觉得可能是这种感觉 叫她比较喜欢 不服 就是她那个感觉 超不服 七个不服 八个不分 就 爸 就很喜欢 她的个性 她就是完全真实 你看到她是什么样 她自己还就是这个样 可能会发一些 听到了之后 就会想笑舞的一些 然后也会发一些 让你落泪的歌吧 蓝翔美容美发 学校专科学 这女孩挺秀气 头也挺圆 非常不错 皮肤也挺好 你正常画眉毛的时候 你要画一个 合适你自己的长度 外眼角的这个角度 和你鼻翼的这个角度 然后两个点 就会连出一条线 就是说你大概 你整个眉毛的尾巴的长度 大概是在这个位置 就是最长 你不要这么长 眉头的话 就是说在你的 也是以你的前眼角为主 然后跟着你自己的鼻翼 大概是在这个位置 也就是说 这个是一条竖子的线 也就是大概是在这 你的眉头加眉尾的 整个的一个长度 可以是这样的 高度的话 就是看能取决于什么 比如说一般欧美的眉毛 这可能是它眉头 然后它的眉峰 可能是这种 然后眉尾 它可能是这种形状 别的眉毛 你可能就是说是 正常你去画画画画画 眉尾 然后它就下来了 日式的那种 它是就比较弯 你自己去品一下 这些区别 我会开始画这个眉头 会比较低 会选择离我的眼距比较低 画在这个位置 这个宽度 顺着这个眉毛 就这样一页画画画 然后你在你的眉骨 高的这个地方呢 上面大概就跟你 整个眉毛的宽度差不多 顺着你的眉骨 这样画下来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形状 感觉太诡异了 因为它没有眉骨 然后我跟大家分享一些 就是说使用的技巧吧 自身的眉毛 是比较浓密的话 其实你在用完这个眉笔 画完形状以后 你要用这样的方式 去把它这样刷开 所以这个眉毛的颜色 就非常均匀 然后你眉毛 整个方向有非常好 在眉头的地方 用这个眉头 你要把它晕开 否则你的眉头 就会像一条毛毛虫一样 非常难看 涂暗影 就是在你鼻子的这个地方 这个人又没有这个 怎么没有这个地方 这是什么地方 他没有眼眶 他没有眼眶 天哪 他没有眼眶 假装这是眼眶 然后你就顺着 这个眼眶这个位置 眼眶和眉毛 眉头最下端的地方 你要留白 留白的意思就是 暗影不要涂到那个地方 然后顺着这个地方 然后沿着你的这个鼻子 然后画这个暗影 抓子也好 或者是说你的那个膏也好 是什么都行 然后大概是顺着这个方向 然后把它晕开 一定是这块地方 要干嘛 有一个留白 没错 个人认为 就是你要明白 你自己的肤质 选择一款 合适的眼线笔 像我呢 我就是用眼线胶笔 不画内眼线 因为我的眼睛 非常的爱晕装 我平时就是不画整条 我不是这样画眼线的 顺着我眼尾的这个角度 直接就是画一条 上扬的曲折 就是说大概是这个意思 对 你们自己去看别人画吧 我真生气 画毁了 反正就是我就是这样的 不画整条的眼线 然后我就画这种眼线 首先我先跟大家说 就是你调口红的颜色 一定要看你自己的肤色 以及你的眼影的这种色系 然后现在我的任务是 要调一个口红色号 我现在帮这个我弟弟 我妹妹就是说 你叫什么名字 你叫 给你起个名字吧 你叫刘白 你就叫刘白 你叫白白 你就叫刘白 你就刘六 你姓刘明白 你就叫刘白 我妹妹刘白 你先这样面向打的 你先待一会儿 我要给你调一个口红颜色 等着 这个颜色我非常喜欢 这种颜色是我就是自己会涂的 然后再涂点这个 很认真的再调了 可以说是 这个颜色就可以说是 非常适合我妹妹留白 这种颜色就是 非常涂上就立刻气场 一米八的那种 但是我妹妹这个唇色 有点惨白 显示不出来 好看 我妹妹嘴长得不算好看 长得有点薄 薄情 我妹妹没有唇峰 很吓人的 很吓人的 这个口红的名字就叫做 马血色 我有点真的救不了我妹妹了 就是说她现在口红 非常难看 你们自己品吧 我尽力 就是说这个颜色是偏砖红色 然后带一点点亮珠光的颜色 一个是 微死亡荧光粉 还有一个是 全死亡荧光粉 我非常想好奇 来了 我上嘴唇 先成这个颜色 我已经开始感到了死亡的气息 我真的扣不住这个颜色 我真的扣不住这个颜色 来 给我一个谢谢 品牌吧 来 继续这个 你别说这个还挺好看 它还是很正的那种颜色 而且还好上色 而且这个质地还挺好 这油 漂亮吗 怎么样 是不是非常有抑郁风情 感谢展颜APP 然后也感谢爱琪 然后感谢我的模糊将军的感受 爸爸妈妈能让我坐在这里 是一个口红 不要轻易地去尝试这种颜色 否则你就没有自信了 感谢 好 就这样吧 再见